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概30年前就听过 这问题恐怕30年搞不好还要更长的时间 更长的时间 我相信你应该也有感觉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刚刚我听到警政署王署长说 他只有受邀到新加坡 所以去了解了一下人力 但我觉得不是说有没有去参访的问题 有没有参访是一回事 别人家的制度是怎么样 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因应处理的方式 我倒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样一个长期的问题 这个部长或者我们两个署里面 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关于整个人力资源的运用规划 那么这个一个完整的讨论 或者是一个方案 或者是委托 或者是由人力资源的专家 做什么样的一个争辩 那提出一个方案 过去有没有 有没有 因为 这个我可能请署长 请署长也一起来 因为我每次看到 就是答案就是说 这个要好好调整 那么人力如果可以补充 这个原额可以达到预算的需求的话 这些问题恐怕会解决 但这些东西 讲了几十年都一样 事实上对于警察情务制度 确实每年 每年都会有检讨 也有专题性的讨论 因为 因为情务制度是每年会碰到的问题 远景的反应一定会有 那有没有 就是说每年恐怕你们都花了很多的功夫协调 调整 甚至 甚至劝说啦 或怎么样 我其实过去也担任过这个地方分局的记者 我是蛮了解的 但是我看几十年来都一样 我要问的问题 所以我为什么请部长 就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纳入我们企业管理的精神 我们人力 该怎么处理 那怎么样跟我们 这个公教体系 它的相关的规定来搭配 然后做一个彻底的改革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案 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提供给我 有没有 有没有 还是说每次 还是说每次就是我们现在问题 这个有人要上 现在那交换人员要上街头了 大家 大家 这个来报告 报告就是 还是在讨论原额 还是在 有没有 当然因为警力本来就是 警力是一个问题 那警力这部分 已经 研究 有一个结果 今天也报告过 另外就是 简单科技 如果运用在我们情务中 可以节省哪一部分的警力 这部分也是我们 碰到的问题 所以有没有说 现在有没有 当然署长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想要看一份 就是不管是内政部也好 警政署也好 消防署也好 一个完整的 经过这个彻底检讨 怎么样来做的一个 一个报告 有没有 这三十年的老问题 三十年吧 应该 应该我讲没有错吧 目前 这个报告 没有 应该没有 没有来来 那个 署长 消防署有没有 消防署也没有 消防署也没有 来这部长 我之所以请你出来 所以我觉得 政务官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 担任这个国家 国家的名气 国家的重要的位置 那这个问题 长久都这样 长久都这样 坦白讲 我们 大家也觉得说 看 看消防人员 勤一 勤一 勤二 勤二 或者是说 像这老委会 我们做这个消防人员的 健康 危害评估研究 他们的肺 或者是他们的整个 整个 肝功能 肺功能 这些东西 这么大的损害 那他的 他的这个 整体 他的勤务的规划 人力资源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说 比较 比较符合气管精神 比较 比较真的说 也考虑到他们的健康 考虑到效能 考虑到这个 好好的计算 有没有 都没有 没有 不过谢谢委员提醒 坦白说 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去考察的问题 我们会来 署长虽然没有去 我相信 各单位很多人去过 我不相信没有去 考察也有 但是像这样的 30年的老问题 如果大家都 陷在这个漩涡里面 打转 其实要补 补也不可能 对不对 那要补多少 真的要 警察要到 一万多人 要到这种地步吗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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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长我建议啦 今天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三 这个这么长期的问题啊 这么长期的问题 就不要在闭门造局啦 是 不要就是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好像 好像 时候到了 就大家检讨一下 好 怎么样 时候摸头 然后解决这样 是不是 如果没有 确定没有啦 确定没有了 后来还想说要几份 你看有没有十年一份 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个我在研究看 找哪方面的专家适合 都没有 警察大学应该要有这样的专财来规划 我会跟警察大学研究一下 好 好啦 那那个 部长跟 王署长 你请 我请用一下消防署 因为今天要游行的是消防署 来 消防署 那个我请教一下 这个 现在 HTN9这个事情 我知道 因为大家 这个我看行政院也应该成立这个应变中心 消防署有没有在其中 有 我们在外面的话在紧急救护在外面 我们已经行文 就是要请各县市 就在执行相关的紧急救护情务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维护同仁自己的这种安全 如果有类似的这种案件发生的话 就是要按照我们的 用我们的负压隔离车把它送到卫生室指定的医院这样 所以消防署的负压隔离车有几部 目前的话还可以用的 好像还有100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还有135部左右 有135部 对 那所以 我们这个应变中心 现在我不晓得它会不会变成人传人 但是民众已经开始 口罩已经多卖两成了 现在已经大家 我想消防署做了哪些准备 来署长你报告一下 最重要的话 当然我们是对于所有同仁要让他了解 那个H7N9 就是说整个流行性感 那个禽流感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证兆 以及同仁 就是说在执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 这样子我们都有要求 而且就是说有训练同仁 做好的这方面的相关 都有啊 署长都有 你刚才有说有一百多部啊 一百多部啊 这个 黄敬敏署长的时代啊 黄敬敏署长因为SARS 因为SARS 这个负押隔离车 当时被批评 这个头 头筋伪重 过弯不容易 而且中间很多 这个当然以前那采购了很多的弊案啊 媒体是批评说 这个是形同废帖 这个有几部 署长你知道吗 对不起 目前的话 就是说总共 可以用 可以用的大概有五十八部 可以用啊 对对对 这是采 我的资料是采购五十八部哦 你现在都可以用的意思是不是 三十九部 三十九部可以用 五十八部只剩下三十九部可以用 对对对对 其他的就真的变废铁 其他的都是报废的 已经报废了 才短短的期间啊 中间 中间很多车才开 才开一千公里耶 恐怕一个人都没有救过就报废了 署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黄署长的案子 有没有调查 有 有没有把这个整案都送到 送到调查单位 有都有 全部都送到 有哦 那你现在剩下的还有三十九部啦 对还有三十九部 好调查的归调查啦 对 现在 现在大台北地区有几部 对不起等一下哦 好没关系啦 你都准备好了嘛 对对对 署长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假使啊 我们现在假设一个状况啊 其实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才敢做这个试验啊 所以我们今天会议快结束了啊 假使现在 这个 我在这里啊 台大医院在隔壁 台大现在有一个 马上需要 这个负押 负押隔离车的 那你多久泡得到过来 我们应该 不可以拿废铁来哦 当然 当然 多久可以派得过来 应该马上通知马上可以过来 多久 最近的应该是在中校的话 我想大概 应该 如果到台大医院上 应该十分钟以内可以 十分钟 那 那立法院十五分钟啦 好不好 你开到这个来 我们来跟他看一下 好 可以吗 可以 立法院就在隔壁嘛 今天还没有病患嘛 对不对 好不好 让人民安心嘛 好 十五分钟 现在开始了好不好 好 等我的咨询结束以后开始了 好不好 那个祭祀开始了 好 等一下我们还要讨论法案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十五分钟开到红楼 这个 101楼下 这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到底 到底经过那样的一个波折 到底我们 我们各单位 对于这个防疫 救灾 有没有相当的决心啊 还有到底这些 曾经经过人谋不脏 然后造成 国家采购 这个很多 很多的这个弊端 然后这些车辆 曾经被批评为 这个 这个如同废帖 被监察院纠正 现在正在法办的这些 这些负押隔离车 经过你们整顿 好 现在状况可能来了 好 好 状况可能来了 我们 我们这个 准备那么久 好 就是怕这一天 好 那今天因为 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个病例啦 所以我觉得我们及早来测试 要是有 要是有病例啊 这个车子我们可不敢动啊 可以啊 15分钟啊 15分钟 3 2 1 計时开始 好 谢谢